生活里,我们每天都要遇到形形色色的人,很多时候,常因顾及他人的感受,而委屈了自己,为了满足周围人的期待,而尽可要求自己,尽可能把事情把做得尽善尽美,以为这样就能让人人都满意。 然而,事实上,无论你怎么活,都会有人说长到短,无论你怎么做,都会有人指手话讲,你话多了,说你缺少内涵,你沉默了,说你故作深沉,你在乎了,说你自寻烦恼,你漠然了,说你不尽人情,你认真了,说你大惊小怪,你洒脱了,说你置身事外,无人这辈子,有人羡慕你, 有人讨厌你,有人妒忌你,有人看不起你,无论你做得多好,也有人说你不好,不管你有多对,也有人说你不对,很多时候,我们不得不承认,所谓的将心比心,付出就有回报,不过是纸上谈兵,生活中,总有些事,可遇不可求,总有些人,可求不可留,费尽力气,花空心思去讨好, 却换来误解,责怪,辜负,委屈求全,万般忍耐,却换来别人的辩断加厉,在这世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没有什么事是理所应当,别总为了迁就他人去委屈自己,这世上值得你这么低头的没几个,你总是将就别人,那谁来包容你呢? 余生,愿意不必取悦任何人,跟谁在一起舒服,就和谁在一起,你认为值得的,就去珍惜,你觉得幸福的,就去守候,能让你快乐的人,就去喜欢,给了你感动的情,就去眷恋,能入心者,带知君王,不入心者,不惜敷衍,人生在世,最终我们是活给自己看到, 只有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,才能保持身心的和谐,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,才是人生的根本,至于别人怎么看我们,是别人的事,安心做好自己,便是最大的修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